3月15日,著名编剧兼导演庄维强及王家卫等人在尖沙嘴出席2019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的吹名晚宴,同时对在电影界做出贡献的个人颁发奖项,获颁荣誉大奖的王家卫在获奖感言中妙语连珠,令现场笑声不断,他风趣说道,能获得这个奖项特别要感谢家人,因为作为编剧的家人,其实是很难的, 通常他们可以得到我的人,却得不到我的心,谢谢他们忍受我常常为了思考剧本而走神。 而庄文强导演则凭电影《无双》获得推荐剧本奖,他表示,今天除了为自己能获此奖感到开心外,还有一个更让自己感到很威风的事情。 我是很高兴的,因为是香港所有的同业选你出来,认为你是今年最好的两个剧本的其中之一。 更开心的是另外一个剧本,得奖者陈小娟是我振会大学的学生。 突然间两个奖都好像跟我有点关系,我感觉有点威风啊,今天。 说起周润发,日前拍戏时头部受伤,仍然坚持拍摄,和发哥合作过的庄导表示,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,其实拍摄无双时,郭富城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 又只像周润发和郭富城这样有基本素养的演员,还有很多。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啊,原来,或者是说对发哥他们这种演员来讲,原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。 就是导演一天不喊咖,他们都不会停下来,尽管是受了很大的伤。 那我也有,那时候拍的时候我也有跟发哥跟Aaron聊过,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TVB,就是无线电视台,训练出来的演员都会这样。 我相信刘德华也是这样,梁朝伟也是这样。 肥帆威乐时事报道。